中国深圳正面对1979年见识以来最严重的旱情 预估今年冬天明年春天 深圳每日用水量缺口平均约达到100万立方米 甚至可能出现秋天冬天春天夏天四季连汉的特枯水情 为此深圳近日已经发布节约用水倡议书 8号晚间开市将会精准降低用水供水压力 以呼吁全体市民节约用水供体时间 综合媒体报导 深圳市水务局8号举行记者会 水资源管理处处长张建安在会中表示 深圳地处华南沿海境内没有大江大河 本地水资源短缺 全是90%以上的用水依赖东江引路 不过去年跟今年连续两年干旱 东江流域正遭遇1963年以来最严重的旱情 深圳市也面对建市以来最严重的旱情 此外今年深圳用水量突然升高 给供水部门带来压力 相较去年供水量增幅达到9.3% 远高于以前平均的2%的增幅 预计今年自来水供水量高达19.41立方米 比去年增长1.51立方米 用水总量增幅都创下 现深圳创世以来的最高纪录 张建安分析这或许是跟疫情期间 市民留深圳过年过节有比较大的关系 再加上持续干旱绿化浇灌用水的增加 全面复工复产等许多原因导致用水量的增加 他表示在严重旱情跟全市用水需求 高增数涨的双重影响之下 深圳今年冬天明年春天供水安全情势异常严禁 全民节约用水的情势可不容缓 根据官方的预测今年冬天明年春天期间 深圳市城市可用量缺口平均为每天 大概100万立方公尺 其中可透过深圳市本地饮用水源水库 紧急储备水量来解决每天50万立方公尺的缺口 而剩下50万立方公尺的缺口 需要透过全民节水减压用水量来解决 深圳市将会采用5个举措来解决用水缺口 包含供水企业优化供水调度 压减绿化行政用水新以及建筑用水量 加大公共机构节水力度 强化用水大户节水管理 全方位宣传节水洗水 而深圳市节约用水领导小组办公室 7号更公布节水传议书 呼吁全体市民跟企业事业单位共同节水 美国召开民主峰会前夕 中国8号集结将近百位发展中国家跟组织 举办2021南南人权论坛 批评一些西方国家自诩为人权卫士 是假人权争霸权 并且赞扬中国贵国际人权做出的贡献 同时中国官媒央视今天宣布 旗下CGTN频道制作的专题纪录片 其敌美式民主将同步播出 综合媒体报导 2021南南人权论坛8号在北京举行 由中国国务院跟外交部共同主办 论坛以人民至上跟全球治理为主题 来自将近100个国家的国际组织跟高级官员 专家学者 注重10届将近400个人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参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发表致贺信 宣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尊重跟保护人权的政党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以发展促进人权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成功走向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人权发展道路 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取得显著成就 14多亿中国人民在人权保障上面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同时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今天还宣布 旗下CGTN频道制作的专题纪录片 其敌美式民主将会同步播出 央视新闻稿宣称 美国以民主典范自居 却无视于本国劣迹斑斑 岌岌可危的民主现况 更以战争作为手段 强制对外输出美式民主 造成惨重的国际人道主义灾难 至于TN将推出两集专题片 用事实说话近距离审视美式民主 在美国国内的乱象 以及倒退跟在国际上面的失信跟示威 而实际上这几天中国官方跟媒体 多次严厉批评白宫民主峰会 更在4号发表《中国民主白皮书》 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而中宣部副部长还表示 中国制度实现过程民主跟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以及实质民主 实现民主跟间接民主 人民民主跟国家意志相统一 不过在欧盟方面 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获得拜登总统的邀请 欧盟唯一没有受邀的匈牙利 对此感到非常不满 匈牙利政界领袖批评 拜登政府是在借机惩罚他们 过去跟川普交好 并且拒签欧盟民主峰会共同声明 除了中国跟匈牙利之外 还有许多个没有受邀的国家 也对美国民主峰会表示不满 包含俄罗斯 古巴以及肯亚 卢安达等非洲国家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尽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先前爆发债务危机的 中国海航集团8号公告 旗下航空主业实际控制权 即日即将正式移交给辽宁方大集团 同时间任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组长 代表官方掌握海航最高权力的顾刚 将卸下海航当委书记的职务 而据老计方大集团 这次入主海航的航空业务 共耗费了410亿人民币 纵横媒体报导 海航集团8号在微信公众号 发布新闻稿表示 从2021年10月31号 法院终审裁定 破产充足取得关键性进展以来 8号航空主业交割 重整计划执行工作推进顺利 海航集团风险化解工作 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度 海航也在公告之中指出 顾刚将不再作为海航集团党委书记 而在今年10月的海航例会上面 时任海航集团党委书记的顾刚 还曾经表示 海航充足之后将会分为4个板块 分别是航空、机场、金融跟商业 跟其他板块 4个板块将完全独立运作 方大集团作为本次海航集团 航空主业重整战略投资人 将通过这次投资而设立的 重整投资人持股主体海航方大集团 对航空主业进行投资 方大航空由方大系创始人 实际控制人方威 透过方大集团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 进行控股 根据重整计划 方大集团跟海航集团管理人 海航控股以及其10家子公司管理人 双方均同意 这次投资总对价为人民币410亿元 包含投资海航控股投资款现金123亿元 投资海航航空集团投资款现金257亿元 以及确保本次破产重组顺利 实行支付的款项现金30亿元 这次交易对价全部为 方大航空自有资金以及自筹资金 方大航空成为海航控股的控股股东 全益股份比例为24.95% 方威也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作为海航航空板块的新主人 70后的方威至下的方大集团 是一家以碳塑、钢铁、医药、商业四大板块 为主业的跨行业、跨地区 多元化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实力的 大型企业集团 集团旗下企业分布 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共计有300多家法人单位 截至今年第三季度尾声 方大集团资产总计有1569.87亿元 其中货币资金631.28亿元 负债合计883.61亿元 立陶宛与台湾加强交流 引发中国强烈不满 既在贸易上面技术卡关 如今又展开新的动作 路透社披露 立陶宛政府官员跟企业协会人士指出 中国已经要求跨国企业跟立陶宛 断绝商业关系 否则将会被拒之在中国市场之外 显示中国再度在政治议题上面 祭出经济胁迫 综合媒体报道 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 艾德梅纳斯证实相关消息 他表示中国一直在向跨国企业发出讯息 如果使用立陶宛的领件部或是供应品 将不再被允许向中国市场销售或是获得供应 艾德梅纳斯坦承目前已经看到一些企业 取消跟立陶宛供应商的合约 他并没有点名任何受到影响的公司跟供应商 立陶宛跟中国直接贸易规模不大 不过其经济以出口为主 有数以千计的公司为跨国企业生产家具 雷射技术 食品跟服装等产品 并且销售至中国 也代表数千家当地企业的立陶宛工业家联盟也证实 一些从立陶宛供应商购买商品的跨国企业 正在成为中国的目标 立陶宛跟台湾关系近期明显升温 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在11月18号开张 引起中国不满 随即中国宣布中外关系降至代办等级 目前传出立陶宛货物在中国海关被卡关 却是无法通关 消息曝光之后 中国海关电子曝光系统已经重新出现立陶宛 不过依旧技术性的卡关 从中国进出立陶宛的库品 依旧面对遭到延长的海关手续 一位立陶宛政府高阶官员表示 立陶宛正在考虑设立基金 以保护当地企业免受中国报复 根据该名官员表示 立陶宛可能在跟中国争端之中受到影响的企业 就提供可能的金融支持进行商讨 同时立陶宛也将去寻求欧盟协助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 以及欧盟贸易职位杜姆布罗夫斯基发布联合声明 批评中国向立陶宛经济胁迫 声明还表示 如果经过确认立陶宛被中国海关清官列表上面删除的话 欧盟将进一步评估 这个举动是否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此外欧洲议会集团外交政策协调员 欧洲议会中国代表团主席立法者鲍瑞汉认为 欧盟需要一个有效的工具 来保护自己免受到第三国的经济胁迫 这项提案必须获得欧盟议会 以及欧盟理事会的批准 目前传出将在2022年上半年 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 已经表示支持 日本桌球天后福元爱7月正式宣布 跟台湾桌球选手江洪杰离婚 结束5年婚姻 瞬间开始向中国市场靠拢 近日还爆出有心欢 跟帅气的中国桌球选手张继柯互动亲密 近日他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 谈起他跟张继柯之间的暖心互动 言语之间透露出粉红泡泡 引发热烈讨论 综合媒体报导 福元爱6号接受中国媒体中心社的采访 提到有次张继柯吃了他给的饼干之后 就赢球的事情 因此之后对方要比赛时 他都会跟他要饼干 最后福元爱索性准备一包张继柯的饼干 这段对话引发网友乐意 张继柯每次比赛都要找福元爱 要饼干的关键字 还拥有1.7亿阅读量 这段访问让中国网友疯狂 连媒体都发表名为 福元爱跟中国人再婚比较好的报导 不少中国人表示嫁给中国人吧 当中国媳妇吧 还有人说福元爱 真的是我唯一喜欢的日本人 不过消息传回日本之后 日本网友却看不下去 直呼全夫是台湾人 现在又跟中国人传绯闻 台湾跟中国价值观 这么不同都在一起 还有人要他既然这么喜欢中国 真的就不要再回来了 才刚爆出婚外情 火速离婚之后又传绯闻 而据了解福元爱从离婚之后 立刻向中国市场靠拢 他在中心社访问之中 还提到大力吹捧中国桌球实力 表示中国队正处在新旧交替的阶段 就连拿到奥运金牌的陈梦都输了 从成绩上面来看 中国队选手人数跟实力水平都太过深厚 福元爱坦承日本桌球实力比不上中国 看似实力越拉越近 但是日本又都会被一脚踹开 他还提到自己以前作为选手的时候 原本以为这次赢了中国好手叮咛 下次就有机会连胜 不过一下子实力又被拉开 他的心就会像断掉被撕裂的感觉 在此同时福元爱离婚之后 在社群媒体上面 只字未提一对儿女的事情 不过江同杰出席全明星运动会 第三季首播记者会时 低调表示小孩子还是有跟福元爱保持联系 而被问到福元爱何时会回到台湾 探望他的儿女 江同杰则表示他不清楚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